历史的长河中,朱元璋北伐是一段引人瞩目的篇章,因为它鲜明的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模式,充满了反逻辑和看似不讲理的决策。 这个历史孤立既令人疑惑,又引发了深刻的思考。 在中国历史上,统一国土通常是由北向南推进的,从秦始皇、汉武帝再到其他一系列明军。 他们都以北平原为基点,逐渐征服南方地域。 这一历史模式几乎成了铁律。 然而,朱元璋北伐却完全背离了这一规律。 朱元璋的反逻辑之处在于他的南向北统一之路。 作为一个南方小山村的农民出生,他踏上了统一之路,与其他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比。 这一决策令人费解,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很少有人敢从南向北统一国土。 这一孤立究竟是怎么诞生的? 他又为我们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逻辑。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,统一国土是一项复杂而严峻的任务。 很多历史学家和观察家一致认为,中国的统一通常是从北向南展开。 这种趋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 然而,在这个历史的脉络中,朱元璋成为了一个非凡的例外。 他不仅成功统一了中国,还选择了南向北的途径。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。 这一举措在当时看来,如同逆天而行,但朱元璋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。 朱元璋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的胆略,更在于他的成功攻略。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,为了达成某一目标,必须创造出充分条件。 在这一背景下,朱元璋巧妙地将充分条件融入自己的计划中,确保了他的统一之路能够取得成功。 他巧妙地采用政治手段,巩固统治,招揽人才,壮大军队将南方的力量凝聚起来,最终挑战了北方的统治者。 他的成功攻略就如同形式逻辑中的真理表述,充分条件达成必然导致目标实现。 在朱元璋统一中国的征程中,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元素。 他坚韧不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,这份坚定不移的决心为他的行动赋予了稳定性。 此外,他采用的策略明确而可预见,使他的盟友和支持者能够清晰地洞察到他的愿景,从而提高了他的统一计划的可操作性。 然而,不可否认的是,朱元璋的统一之路同样也充满了复杂性和随机性,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变的维度。 而形式逻辑虽然提供了清晰的规则,但并不能完全捕捉历史的复杂性。 朱元璋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计划,还受到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,如天灾、政治变局以及人的意志力。 在朱元璋的成功中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古人只会再次得到体现。 尽管地利条件和历史时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,但最终,人和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。 朱元璋能够获取民心拥有卓越的德行,这为他的统一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,更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,因此能够在南向北的非凡之路上成功披荆斩击。 然而仅仅是依靠人和是不行的。最重要的却是地理,这是为何? 在千古历史长河中,地理条件一直被视为最稳定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。 然而,朱元璋却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,逆行于常理,踏上了一条独特的南征北战之路。 他打破了历史的常规,反其道而行之。 令人深思的是,他的成功竟然与地理条件的常规逻辑相悖。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往往是由北向南推进的,以平原为基地,逐渐征服南方地域。 然而,朱元璋却以南方贫寒小山村为出发点,开始了他的统一之路。 这一逆行行为违背了地理条件的常规,引发了历史分析中的种种疑虑。 朱元璋的成功故事承载了更多令人深思的地理之谜。 传统的历史范本中,统一中国常常需要首先夺取观众。 这是实现统一的理论和地理要素之一。 然而,朱元璋却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,提前统一了中国,打破了这一传统。 他的北战,特别是他的山西高地进攻,似乎与地理条件的正常逻辑背道而驰。 但是,山西高地地势险要,一度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关键要地。 通常来说,历史上的征服者首先要确保他们占领了这个地区,以巩固自己的势力。 然而,朱元璋不等不及,他在关中之前就开始了进攻,成功地夺取了山西高地。 这个举措是如此不拘一格,如此不按常理出牌,令人疑惑。 然而,正是这种逆行的勇气和智慧,让朱元璋脱颖而出。 他不拘泥于传统的地理条件,而是通过灵活的策略,充分发挥了人的智慧。 他了解地理条件的稳定性,同时也明白了历史的复杂性。 他敏锐地意识到,即会常常掌握在那些愿意挑战常规的人手中。 朱元璋的统一之路,是历史上一次不拘一格,逆行而动的传奇。 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决心打破了地理条件的枷锁,赢得了成功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历史是复杂的,规则不是绝对的。 正如朱元璋一样,勇敢面对挑战,挑战地理条件的常规,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胜利。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,南京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。 曾经,南京被视为统一中国的关键所在。 然而,历史告诉我们,定读南京并非成功的先决条件。 探讨南京在中国历史统一过程中的地位,我们将发现许多令人意外的例子。 同时也会看到朱元璋独特的统一之路。 南京,这座历史名城曾多次被中国统治者选为首都。 然而,这一荣耀并不总是伴随成功的统一。 回溯三国时期,东武的孙权将南京设为首都,却未能将整个中国纳入统一之下。 东晋、南北朝、南唐、南宋等朝代也将南京视为首都。 然而,他们最终也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梦想。 这一系列的历史例子似乎在提醒我们,南京并不是成功统一中国的铁板一块。 在南北的角逐中,定独南京似乎成为一种被动挨打的象征。 历史上,南京首都的选择似乎带来了困扰。 因为这座城市经常处于北方势力的威胁之下,南宋虽然成功进行北伐,但却没有将首都设在南京。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明白,南京并不是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的关键因素。 朱元璋的南征北战堪称中国历史中的独特传奇。 他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策略,以稳扎稳打的方式逐步夺取关键地点,展现出卓越的计划和执行能力。 这种策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,却成为他成功统一中国的关键。 朱元璋的独特之处在于,他的成功并不依赖于首都选择,特别是南京。 相反,他注重实际战略的规划以及对敌军的精确打击。 朱元璋的南征北战战略贤明而明智,他采用了一种分阶段的方法,一步一步稳固自己的势力,而不是孤注一掷。 这个策略要求深思熟虑和精确的计划,确保每一步都具有可行性。 这种渐进性的战略不仅有助于保持时期,还能够减小风险,确保战局处于他的掌控之中。 与此不同的是,朱元璋并没有将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南京作为首都上。 尽管南京在历史上曾多次成为首都,但朱元璋明白,首都选择并非统一的决定性因素。 他关注的是实际的战略执行和对敌军的精确打击。 他的决心和制谋使他能够突破传统的束缚,不拘一格,打破地理条件的限制。 朱元璋的南征北战是中国历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,同时也是对地理条件和首都选择的独立思考。 他的成功歧视我们,智慧和坚韧才是统一国土的真正关键。 而不是地理条件或首都的位置,他的独特之处在于,他的成功路径是与众不同的。 强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容忽视。 在历史的沧桑中,朱元璋北伯的孤立显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。 历史的逻辑不会因人的背离而束缚。 反逻辑不讲理的决策也可能会引领成功之路。 朱元璋的南向北统一之路,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案例,告诉我们历史不容被框定,它充满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。 朱元璋北伐的战略与战术或许看似反逻辑,却体现了一种稳健的计划和执行,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。 它没有盲目冒险,而是一步一步夺取关键地点,不畏艰险追求最终的胜利。 这种独特之处也让我们反思,面对挑战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常规,以更为创新的方式前行。 朱元璋北伐的历史孤立,教导我们不要受限于历史的既定模式,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不同的决策和战略或许会开创全新的可能性。 在朱元璋的反逻辑中,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也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。 正如朱元璋北伐一样,历史是充满未知的探索之旅。 每一个历史孤立都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谜团,每一个反逻辑的决策都是一个探讨历史逻辑的机会。 朱元璋北伐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逻辑。 有时需要被打破,有时需要被重新思考。 它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,更启示着我们面对挑战,应敢于跳出传统的束缚。 勇往直前寻找新的历史之路。 这是历史的魅力,也是朱元璋北伐留给我们的深远思考。